今天在除夕夜离高明朗基本上開廟門的活動 2000年後準備到200點的大樂透來競賞給民眾 想要知道這200點的大樂透當中開出100萬的加碼獎金 先多條這個消息都說明年一定要來領大樂透的菜館 廟峰人員很小心拿到這張菜館因為他價值100萬 廟峰又特別將這張菜館放大大在廟前的紅飯店頭 說到信仰之類好小心 前一的工具出來我們對著地圖 很開心的站起來大家都說那價值得要貼 結果不是啦 還真的對啦 天意七的家行業每年都會在廟六過年開1萬元 準備200點的大樂透菜館 把他還在來參加開廟門的民眾 今年新島年後又寸十幾點廟峰就流進來和在座 我想到設一開獎 竟然就得100萬的加碼獎 去跟我說笑的 我不然我照出來 又真正 又鬧到那裡 在那裡 廟宇大家就很高興 這已經不是這間廟第一次得到100萬的大獎 在2013年的200町蔡庚當中 也得到100萬 到時是讓信眾來撒走 三年來兩次得到大獎 手機實在有夠好 2016年參加開廟門的民眾 協議會更多 最新新聞 右邊 王秀三 大家一起 彩虹報道